爱轩、赖亚颜、郭品超和张勋杰等演员 今天在台北新门庭出席连续剧《白袍之恋》的诗篇会 由斗鱼的原班人马再次合作 这部戏不同于一热炒的医院内部斗争题材 而是在描述医生、医术医德的特殊病例 披露医界体制内部为人知的竞争 及白袍勇士金的感人故事 男主角郭品超及张勋杰 披上白袍挑战演医生 阿旁则是负责耍宝的妇产科医生 最终场景主要都在高雄的医院区境 由于序里使用到不少专有名字及英文书语 所以郭品超和张勋杰尝试螺丝暗示不断 安一轩说在斗鱼里 这部戏呢就是由我们斗鱼的原班原码阵容 然后再次合作 去饲演这个医院里面的那种恋心啊 一些温馨的一些故事 然后由张勋杰、安一轩还有赖亚、也还有我 还有这些阿旁啊、做小孩、子俊一起合作的 里面她和郭品超没有太多亲热的镜头 但是在白袍之恋里 该有的镜头都有 不该有的也都有了 安一轩表示 基本上我都躺着眼 我真的床戏超多的呢 其实我觉得在医院当中 不管是救人的过程 以及跟病患之间的感情 那在中间我饰演的一年 最后也成为了一个病患 另外一个却是稍洒于人间的密衣 那他们三个之间的感情纠纷 以及这这么可爱美丽的记者 闯入了这个四个感情中间 所以其实白袍之恋他不只写了 像医院里头的一些事情 他更有很感人的四角恋 以及很可爱的阿旁跟阿豹之间 很逗趣在医院里 很搞怪的一些事情 都非常令大家非常非常期待 因为我的床戏是最多的 因为在里头我饰演的艺名啊 就是因为莫凡 帮我开了一个刀 而且是我私底下同意 因为我跟他其实是青梅竹马 在里头莫凡是爱我的人 然后呢我爱的人是启修 所以当我开了这个 到我沉睡了七年 所以我有很多的所谓的床戏 在床上甚至我跟品超 有那个的镜头 但是对 但是我是昏迷不醒 那也是我们合作这么多档 第一次有这么亲密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觉得 我是里头躺着转 最好转的一个人 对 我转得很开心 你还以后再来 先 谢谢大家